醒啦 我 我怎么在这里 冰黎 风姐姐她们呢 此番你们被距离推离幽界 风女侠她们受震荡影响还在昏睡 倘若没有幽营之剑 你和冰黎姑娘也要昏睡上好几天呢 夏侯仪 这回你打败静患幽界里的滔天 应该有拿到有趣的东西吧 让我看看如何 你怎么会知道 不过 就让你看看吧 我可不像你那么小气 派出凌分 神官天变 由这大小看来 这还只是七分之一的断片而已 就有如此强大的逆元界力 倘若将气快合为原体 不知会是多么惊人 天窦仪的力量果然是非同小可 也难怪十轮尊者这回会如此郑重 什么 天洞仪 夏侯仪 把这个拿回去收好吧 这些断片对你来说至关重要 今后的种种和你最后的命运 或许都和这个脱不了关系 我只能说 若要查明这金属断片的来龙去脉 不妨回你们在县世最初的处所看看 我们在这县世最初的处所 又在打眼迷了 别气 别气 我的话就说到这里 反正也不急在一时 现在左右无事 你们两个就趁着空荡 去整理散散心好了 我和冰离两个人散心 你好像对这种事很起劲嘛 喂 我只是觉得 他等了你这么久 你们又难得有上这样独处的时候 趁现在陪他一下也不为过呀 小 小鬼头懂 懂什么 告退 冰离 你别太在意小公主的话 反正现在风姐姐她们还在休息 咱们就忙里偷闲 在城里逛逛 也没什么不好 原来如此 你看上了这串红玉项链了 冰离 没想到你也会对首饰有兴趣 嗯 这项链很美 冰离 你喜欢这项链吧 我买给你好吗 喜欢 我不知道 我只是一看到它 就不知怎的 没办法将眼光移开 那就是喜欢了 难得你会有想要的东西 就算是千金 我也会想办法买给你的 嗯 老板 这串项链多少钱 客官 这是产自天方的珠伦血玉所致 看在这位美姑娘和这项链绝配的份上 算你便宜一些好了 冰离 我帮你把项链戴上好吗 嗯 老板说的没错 这鲜红的项链真的和你很配呢 像这样看来 你好像更有了一些生气 谢谢 冰离 你从来不向我要求什么 只是默默地伴在我身边 我一直想送你些什么到谢礼 今天总算让我等到了机会 对 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要的东西 尽管对我说便是 好吗 不 这项链就够了 我很喜欢 只要你高兴就好了 走吧 咱们再去别墅逛逛逛吧 咦 坐在那儿的不是高皇君高姑娘吗 高姑娘 你也从高昌古城平安回来了 真是太好了 高昌古城的迷阵是公子你们解决掉的吧 一切都是脱了夏侯公子的福 不须客气 我们自己也想活着逃出生天的 话说回来 高姑娘何以独自在此饮茶 是另有伟派之事 夏侯公子 我就对你实话实说好了 其实我已经不是天玄门中人 悦莫半年以前 是门出了大事 我大师兄趁着师父病重之际 联手周崇诸昊两人 以勾结妖孽之名 袭杀我二师兄殷迁阳夫妇 因我抵命护着刚生产过的二师嫂 大师兄竟想将我一病除掉 岂有此理 竟还有这种事情 我侥幸逃离本门后 一路来到梁州 不巧装上四派人马 周主两人唯恐我泄密 便以性命相邪 迫使我做了天玄门的代表 好究竟监视我的举动 这么说来 一切都是那两个伪君子的错 没想到两派之掌 竟然是这副德性 以眼下情形 我倒有个主意 高姑娘不妨先改头神雀宫 请求葛云一葛公主的庇护 如此周主两人 绝对不敢动你一根寒毛 如何 改头神雀宫 这样子好吗 我本是天玄门的门人 葛公主她会不会 葛公主她呀 其实人是不错的 你就说是我要你去的 如果她不答应 我再陪你去大吵大闹一番便是 多谢公子 高皇君莫齿不忘此恩 回到我们在县世最初的处所看看 冰玲 小公主说的可是水镜之殿 幽火 像是某两者之间的共鸣 来自于这水镜和我怀里的某物 等等 莫非那是我达到滔天后得到的金属断片 小公主所暗示的我们出到这人世之地 果然是指这里 那金属断片和水镜之间的关联是 那如果把这金属断片放到水镜前的台座上的话 金属断片发出了幽火 嗯 从水镜上奋涌而出的逆界乱气是 要我从逆界乱气中逃出 大家当心 来吧 看枪 消 消失了 那影像是 这究竟是 大家都看到了刚才的影像了吗 像是只有噩梦里才会看到的离奇幻象 可是 却又真实的仿佛伸手可助 我 我看到了 那地方看起来好可怕 在一个阴森的洞窟里 到处都是血迹 在台座上有个血肉模糊的死人 被肢解的零零碎碎的 只是 我们为何会看到这景象 莫非这是在 暗示这些什么 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很像位于回湖及西之域的服装 可是好像又有点不一样 说到那里啊 那里是思路的终点 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端的偏远之地 再过去 就是通往大异国的连绵高山了 当初我和老师东来的时候 也只路过那里一次而已 嗯 咱们在沙洲看到了不少异国来客 不过就是没看过景象中的那种衣着 古兄 你以为如何 我记得那座维吾尔人的城镇 好像叫做尼雅 不过当初 我们也是跟着一支商队顺道过来的 那里到底该怎么去 十日已久 我也记不清楚了 嗯 先不管景象中的地方究竟在哪儿 至少咱们有了点头绪 依我之见 反正这和沙洲一带脱不了关系 咱们还是回去那里盘缓 说不定很快就会有所进展 说得对 沙洲城商旅往来频繁 说不定运气好 就能让咱们遇上一个 只要让我再次看到这种衣服 我一定可以认得出来 嗯 那我们这就回沙洲城吧 希望安里大哥平安无事 只能冒险独自回村了 否则爷爷一定要担心了 哎 伊斯多姑娘 等等 夏侯大哥 是你们 方才 客栈小二叔 你交付完十日房前 便独自离开了 发生什么事了 夏侯大哥 我是急着回村子去 所以只能暂时将安里大哥安置在客栈 我们来自一个名为拓魂的小村 此次来沙洲办货 却在附近沙漠遭到妖怪 幸好为伤侣所救 现在沙漠里怪物和盗贼横行 你一个小女孩独自横跃沙漠 这太危险了 伊斯多 就让我们陪你去如何 啊 你们帮我医好了安里大哥 我不该再麻烦你的 不用客气 我们正好也是为了某些事情 想拜访你住的村子 这样的话 那就拜托你们大家了 哎 有敌人 伊斯多姑娘 你先推到我们后头去 嗯 你们要小心哦 来了 又来了一群妖魔 诸位一定要小心啊 此地不宜久留 速展速决 还有啊 哎呀 一到傍晚 不见伊斯多姑娘的身影 我们就按她留下的地图 去找拓魂村吧 如果我们没走错的话 地图上所指的应该就是 这片荒漠 救命 救救我 有 有怪物 我方才便察觉到妖气 看来这里果然藏有怪物 姑娘别怕 这些怪物就交给我们吧 大家小心 合力将这些怪物扫清 再穿过沙漠 直接开打 都叫我泥潭的 这样我做泥潭 哎 买我蛮讶异的 OK好 姐姐 多亏了你们 这些怪物扫描 你都才能得救 哎 不用客气 不过 我们想向你打听一个地方 姑娘 你可见过这个地方 没 没见过这个地方 你都不知道 好个避世的清幽之所呀 看来这山壁上的山洞 想必就是通往伊斯多姑娘小村的入口了 下侯大哥 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自觉地感到一阵阴寒死气 玄妹别担心 伊斯多姑娘的地图应该没有错 既然都到了这里 就进去看看吧 等等 这洞穴内的死灰之气是 小心 是敌人 一地 洞穴里的死灰之气已是非比寻常 咱们刚才遇上的活尸之鼠更非自然生成 还有刚才那个姑娘 这隧道当真通往伊斯多姑娘的村子吗 是啊 夏侯大哥 我从来没有到过感觉如此会恶的地方 这里充满了尸首和死亡的气息 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 风姐姐 玄妹 我也觉得这个地方很是不对 可是符合伊斯多姑娘描述的地方 在这里就只有这一处了 或许伊斯多姑娘所住的村子 另有隐秘也说不定 既然大家都觉得事有蹊跷 咱们不妨就先闯过这段隧道 看看它到底通往何处 之后再做打算 大家以为如何 好 听夏侯大哥的 一叶 一叶 刚才这些活尸出现时 我感到这里有什么阵法发动了 如果能破掉这个阵法 此处的活尸应该会销声匿迹 好 我们就破了这阵法 也算是为民除害了 这地方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边有四箭矢 这里吗 你弹道具耶 OK 哦 终于解决这鬼符之阵了 来吧 这回面对的 该是最后的敌人了吧 人定圣天 哎 总算破了这鬼符 看来能出这山洞了 等等 好像有人来了 大哥哥 是 是你们 尼达姑娘 太巧了 过这山洞就是拓魂村了吧 你们要找的地方是拓魂村 你们走开 我们拓魂不欢迎外人 村长说了 外人只会为我们带来灾祸 没有其他事的话就快走吧 没人会搭理你们的 救命啊 这些活尸好恐怖 救命 快听 隧道里好像有人在呼救 好像有些耳熟 好 一帝 是那位姑娘在呼救 她被活尸怪物缠住了 诸位小心 我们要尽快消灭这些怪物 好救下尼达姑娘 你们 又救了尼达 对不起 尼达刚刚 尼达 你无需自责 我们正准备离开 你还是快些回村吧 夏侯大哥 弥漫在这里面的死臭恶气 还比之前那条隧道更糟 这里头到底有着什么 敌人 这里有敌人的气息 一弟 方才那些活尸 似乎源自某种邪术 我曾略有耳闻 再瞧这山壁和砖墙 掺混的模样 显非自然天成 不但和高窗古城下的 铜镜房间有几分相像 和我们在影像中所见之处 也十分相似 我想我们要找的地方 应该是在这里 没错 风姐姐 我也觉得如此 不过此时此刻 我只希望尼达还平安无事 咱们这就走吧 去看看这一切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做这种替代用的素体 果然还是同样年龄的身体最好 不过 令人伤脑筋的是 下一次能不能再找到 这样刚好的材料 一直这样下去 似乎也不是个办法 这边还差两条筋肉 三根血脉 此外 鲜河干的品质也不顶好 还是换上新鲜的材料好了 还缺个地方 从那个女娃身上拆解便是 这种拆事还真是麻烦得紧 住手 是 是这里没错 我们在画像中看到的那恐怖光景 果然 真的存在 好像有客人来了 真是稀客呀 只可惜我一向不喜欢不请自来的客人 老 老妖怪 在这里杀人分尸 做出这些惨无人道的行径的 就 就是你吗 快把捏打给放了 小姑娘 叫我老妖怪 未免有点失礼 我乃明皇单阴师爷 哼 你们没听过我的名号也没关系 我正为手头上缺材料而伤脑筋 你们应该可以成为不错的材料 明皇单阴 你就是那个号称活了四百多岁 在当年害人无数 最后遭三大派围剿而死的 邪派大宗师单阴 这么说来 我们一路上遇到的活师 莫非都是你的杰作 没想到你们这批人年纪轻轻 竟然有人认得我的名号 那些都是我的失败座 不足挂齿 我以前听师父说过 你本是有道术士 后因最新长生之术而入邪道 没想到数百年后 竟然会在这西域小镇遇到你 嘿嘿 等我有朝一日造出活生生的人来 我便具有女娲智能 那时莫说让肉区永生不死 便是要称神造势 想必也不会是件难事 若是不论为此而造的杀孽 我倒是挺佩服你的想法 不过在这之前 先把那石床上的小姑娘 还给我们吧 这可不成 我马上要用到的人偶身体 正好还缺一些材料 非得要她来补齐不可 既然你不肯把她交还 那我们只好得罪了 为何你身上没有活人之气 莫非你也是人偶 人偶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如此完美的人偶 我但音是要定了 冰霖 小心 她在打你的主意 别开玩笑了 谁要当你的材料啊 咱们先来拼个高下再说 不自量力 反正本来就不想 让你们活着离开的 你的死慧之气变弱了 没想到 你们竟能破我的阵法 如果拿你们做成人偶 想必也是上当品 别做梦了 我们可不会输给你 算我输了 你们果然不是泛泛之辈 我不该小看你们的 自以为在这方面 已经算是小有成就 看到这位姑娘 才知道其实真正的创命之道 还离我远得很 还离我远得很 创命 神长 耽音 这违背我们的约定 而且你说过伊斯多 现在的身体只能再用上几个月 你这样岂不是要了他的命 是啊 但这种事总不能永远继续下去 那孩子早就已经死了 你强要用这种方法让他活着 不如让他早日入土为安的好 什么 难道伊斯多 这说来话长了 村长为了复活遭盗贼杀害的伊斯多 与我谈妥的交换条件就是如此了 丹音 住口 别再说了 那么说来 在尼亚和这里失踪的人都是 如今看到高人之作后 我才知道创名之法 真是奥妙无比的神业 我得另外找个地方重新思考 或许能有新的进展 丹音 你以为我会让你说走就走吗 为了伊斯多 我就算拼掉这条老命也不会让你走的 爷爷 不要 丹音 丹音 有人定了 我让一切就这样结束 让我这样离开人世好了 我也可以到那里 和妈妈相会 伊斯多 对不起 这都是爷爷的错 走吧 咱们回村去吧 别的事 真是感人的祖孙之情啊 虽然 还是没能真正救活他 不过最后能这样收场 应该还不算太差吧 无论如何 是丹前辈让村长和伊斯多 过了这几年愉快的生活 若不算这起见所害的人命 这也算得是好事一桩了 这话倒是有趣 只可惜咱们书不同道 这样吧 这血历鬼民就送你做纪念之礼吧 后会有期了 谢谢诸位 帮了我和爷爷那么多 这份恩德 不知该如何报答了 伊斯多 像你这样的好孩子 上天不会见死不救的 我们一定会设法帮你 封姐姐 谢谢你们 那么 我先去陪爷爷了 即使丹阴先生离开了 我还是不喜欢这个地方 这一局 怎么了 可是旅店遇上什么事了 没事没事 只是方才要铺的桑尼 来找库迪老爹捕货 可我也好几天没见到他了 哦 是位叫库迪的老爹是吧 是的 老爹见多识广 是此地的老航商了 许多店铺都靠着他送货呢 我想他可能又去烽火台了 烽火台 我们正想四处游逛呢 这个忙我们愿意帮 不如由我们去烽火台替你看看吧 真的吗 那就有劳公子了 烽火台就位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央 从这里往北而行 约莫一两天就可以看到 哇 这就是古烽火台 这烽火台 好大 我还以为只是个建着木架子的小平台而已 当初汉武帝经营西域之时 为了防范匈奴入侵 于是沿着天山南路的要道 建造长城的城墙与巨大的烽火台 没想到这荒漠正中也会有 这烽火台虽成旧日沉寂 它的雄伟却易如往昔 而在亲身来到此地之后 我仿佛也能亲身感受到 当年汉朝大军远征西域时的壮志豪气 古大哥说得好 我们要找的那位库狄老爹 说不定也是欣赏这股千载豪气 才会到这来的 这骆驼应该是别人的坐机 好像有人掀我们一步来到此地了 我先上这烽火台去 瞧瞧是什么情况 你们暂且休息一会儿 如果你们暂且休息一会儿 老头子就别人 哎呀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这次是什么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这也是为你着想 便是帮你了断这段因果 让您王后不必再为此事苦恼 你们 你们要做什么 十轮尊者 你们要做什么 夏侯仪 你果然是在打听幻城之事 既然你来到此地 想便是我等之机 是敌非有 想来多说也是再无意义 老丈 你且先行离开 夏侯仪 既然你孤身一人来得此处 那我等自然无意为难此人 十轮尊者 我们素不相识 你们为何一定就要苦苦相逼 你乃罗侯既使魂魄转世 我等为天下苍生 自然无可孤悉 既然这样 那我们之间看来就无话可说 只有一战 我等乃是为了天下苍生之安宁 有三千变召法 结阵 糟糕 得想法子打断他们结阵才行 人定圣天 以为这样的阵法就能把我如何 看来尔等之力已然恢复 此番定要将你消灭于此 方能免出来日祸患 以上回见面时相比 你已有些不同之处 想来你这记忆已开始恢复 不日怕是将成命完成 将药之仪 将幽界引进洞开的天幕 我等身负看守十轮律法之责 下回再见 绝不容情 你没事吧 我就该和你一同上风火他来的 殡礼 我没事的 只是没想到十轮尊者会这般行事 对了 方才你们可见到老丈 我们此行可是为找他而来的 刚刚听十轮尊者之言 想必这老丈知晓些幻成之事 不妨问问 老头子我可不是逃兵 我离开风火台是想找人来帮忙 这不在外瞧见了你的同伴 都怪老头子我腿脚不利索 幸好你无碍 是不是你是从尼亚来此的吧 那你应该听过酒店女士 是为达酿的特级葡萄酒 这可是只有我苦嫡才买得到的 请你喝两口如何 这酒配上这里的风真是再宜人不过了 只有这里才有的风和说不出的奇妙感觉 我就是为此才经常跑来这里的 这是为什么 镇上的一些人当老头子是疯子 他们哪知道这里会有这般好处 不过话说回来 这或许和我六十年前看到的幻城 有点关系也说不定 幻城 说来话长了 都过了快六十年了 十岁那年 我在此地亲眼所见 一座浮在天上的古城 从那之后我就一直难忘此地 或许那真是一场梦吧 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在归天之前 再一次看到那摄人心魄的幻梦 那也不忘老头子这么多年的等待 库地老爹 我相信您看到的是真的 不过这飞在天空的幻城 我明白了 是镇上的人派你们来找我的吧 老家你跑这一趟 喝完这酒我就回去 那么晚辈也告辞了 诸位 接下来我们一道去沙洲吧 去完成那位老者所托之事 这不是高皇君姑娘吗 你怎么也来这里了 是夏侯公子 太好了 我正在找你 一来是为了感谢公子推举我入神雀宫 二来是有人托我带封书信给你 太好了 葛公主自然会庇护你的 书信 是谁托付的 那人穿着脸斗篷的长袍 似是刻意掩藏面貌 不过看得出应该是个女子 我们和她在甘州城偶遇 说是时德便教我们书信一封 公主推斩后才命我来沙洲寻你们呢 真是辛苦你了 不过小公主不会又有什么坏主意吧 公子多虑了 东西既已送到 小女子也该回甘州了 夏侯公子 咱们下回见 啊 这是西夏公主的来信 说是和父王会抵达沙洲 希望能与我们在千佛洞见上一面 一帝 他好像对你念念不忘的样子 看来你有麻烦了 风姐姐 既然连他父王都要见我一面 我想他应该是有要事找我帮忙才对 不管怎样 我想咱们还是前去一会为宜 对了 夏侯兄弟 别忘了咱们还在被西夏军通击中 若能趁这机会 请夏主李元昊帮忙 谷兄说得对 既然如此 咱们这日去千佛洞看看吧 兵行神速 不愧是大夏李元昊豢养的亲卫队 而等狼子一心 王怎会毫无察觉 识相的便面赴归命 莫耽误我等救驾 哈哈哈哈 放心 待你死后 贺兰将军定会为你们加速今身 歌颂你们护竹之德 对 请 老实 我 不 招待 我 不 我 我 你们是 我们持公主手书 特来征讨叛军 有劳诸位 还请助我等歼灭叛军 这个金发的小子 莫非就是当日以一己之力 焚毁铁塔之人 不可掉以轻心 传令兵 速去击鼓传令 命人从后方围堵 得令 绝不能让传令兵抵达战谷旁 否则对方援军赶到 敌众我拐之下势必棘手 传令兵是攻守 攻守 可不会再来了 无妨 今日你们必死无疑 顶多狗活几克而已 会如此 我还未曾 举高位 是后路 哼 只可惜赫兰叛贼 没法为你今生追逝了 中了那赫兰叛贼的埋伏 只怕此刻大王已深陷险境 还请诸位助我等一臂之力 自然 事不已迟 我们速速赶往迁佛洞 这佛库里好像有人声 该不会就是 原来是你收买了我派在沙州的密探 什么曹贤顺有意归降云云 全是要用我来此的陷阱 是吗 大王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我本也没想到你会上道 不过既然你真的来送死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我本想等时机成熟再动手的 没想到意外被夏侯仪那小的接了底 逼得我不得不烦 你们妇女也累得丧命于此 如今思赖 那小蛙还真是个祸害 你们要怪就怪她吧 贺兰天涵 这明明是你自己行事不周 竟然还怪到我头上来 难怪你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这声音是 果然是你 臭小子真是我命里的魔星 也好 就趁现在一并把你给除了 省得来日夜长梦多 哼 手下败将 我倒想看看这一回是谁除了谁 贺兰老兄 我生平最恨犯上谋判之人 加上你欠下的夏侯兄弟父母血债 就算你我没有深仇大恨 我手上的枪却也饶你不得 哼 今日我可是有备而来 凭着我身上的家传保甲和神枪 我就不相信我还会败给你们 死吧 给我上 你们这群犯上谋逆的叛贼 赶紧放开我 老实点 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 公主殿下被敌人围住了 要是能救他出来 他应该会助我们一臂之力 公主殿下 你没事吧 没事 我们并肩作战 我要手刃着大胆贼人 风行服 那风行服是放全全部人的吗 啊 算了 死就死了 你已经无路可退了 我 竟然 大家都好 aré 隔岛 后来 货 ака 我不承认 我死都不 爹 娘 我总算牵手替你们报仇了 草民夏侯怡 参见大王陛下 公主殿下 你就是夏侯怡吗 果然是个非凡出众的少年英豪 今日又为护卫阵和公主立下大功 朕十分赏识你 可答应你一个力所能及的要求 谢大王恩赏 我父母为贺兰天喊着奸贼所害 今日得报此仇 已是心满意足 再无所求 除此之外 我只有一个小小请求 就是请大王撤了赫兰铁罕下的追击令 让我们从此能在大下境内来去自如 此内迎头小事不值一提 怎么 夏侯怡 你不要朕的恩赏吗 不妨就替代赫兰铁罕 接任铁卫军统领之时如何 是啊 夏侯公子 铁卫军统领可是我大下各将 求之不得的要职呢 父王难得如此慷慨恩赏 你就答应吧 多谢大王的好意 恕夏侯怡无福无才败寿 只是我尚有许多事情未料 为陛下效命之事 是得留待来日再说 好 这句话我李元昊记住了 等你诸事已了之时 就来兴庆来见我吧 大下随时欢迎像你这样的能人 大王英明 夏侯怡感激不济 凤儿 咱们这就回去吧 在咱们回兴庆之前 还得去一趟宿州收拾残局才行 父王 女儿 女儿有些话 想单独对夏侯公子说 夏侯公子 我想送一样东西给你留念 可是随身带着的 只有这块玉石 即说此物名为辉月浑石 能在夜里发出柔光 还算真意 或许能帮上你什么忙 殿下一番好意 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只希望 在你解决诸事之后 我能早日在星庆见到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以后 感谢观看